大家好 來到最後這集 就是Suzuka賽車場 日本站賽事 這個日本站賽事實在 不是一個容易的賽道 我們在Callify 先看一次賽道 如果大家有看 賽車漫畫 我很推介大家看一本賽車漫畫 就是這個 應該叫做 極速方程式 很好看的賽車漫畫 裡面其實對這個零獨賽車場 有相當詳細的劇情 去做一些介紹 還有漫畫書後面 都會有一些賽車有關的知識 都有提及過 一開始 連續幾個S彎 即使是打機 都已經覺得 即使打機都覺得 即使打機都覺得 雲 而且彎都很合 即使你不可能很高速地扔過去 所以你看到 即使你不可能很高速地扔過去 即使你不可能很高速地扔過去 即使 真的 真的不容易 開的賽道 這個 即使你不可能很高速地扔過去 現在 經過橋 然後 再下去 再轉 U-Turn 開始 就去到 後段 後段速度 會越來越快 前面相對 沒有這麼高速 但這裏 後段 時速 就有 在這裏開始要找到對的位置,開始加速 然後一直都是高速的路段 前面有左彎,要盡量看看如何用最高速度入彎 如果不能用最高速度入彎,就很影響時間 這裏都有幾個U-turn,但其實不是很減速 都是要高速去到最後衝線 由於撞過一兩次車,所以相信都不會是很好的成績 在這裏開始 排到第五 究竟這個零六賽車場,我有什麼故事可以說呢? 這個就是在小時候,不是看得好 不斷阻礙 不斷阻礙 要在路邊鏟過才能夠上去 然後這個低速路段很難過 因為連續幾個雪傾 不是,有 我還想著這麼好死,看看能不能內側過 但因為只能夠很低速地過,所以就算過到也沒用 好 好,那... 再過這個彎先 哎呀,嘩,就被兩架過了 所以... 真的太難玩了,所以... 要...為了要避... 做得越來越壞 都不要緊啦,都... 跟大家說一說 因為其實都贏了冠軍了,所以就算我拿第十二也無所謂 那... 那... 在06賽車場可以說的一級方程式故事 當然,就離不開在89和90這兩年裡面 所發生的故事 就是這個... 閃拿 和當時他的隊友保路斯 如果現在你看一級方程式 你看到那時... 就是... Hamilton和羅斯堡 現在大家 立正暗鬥 又... 有沒有出鼓壓啊等等 那些... 有這麼快... 這麼快就乘在車的 不然是慢了 很難才能找到位置去過一輛車 在排第三 如果你們覺得現在的哈姆頓和羅斯堡 如果你們有資深一點的車迷 有看之前哈姆頓和艾朗素同樣的麥拿倫車隊的時候 那些鬥法你已經覺得是很激烈 或是很離譜的話 你就可能未看過車 你可能真的不夠資深 當然我也完全不資深 但是如果你們能看到當時麥拿倫裏面 保羅斯和閃拿是怎樣鬥法的時候 和他們不和的情況有多嚴重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這些才是不和 羅斯堡和哈姆頓已經很友善 起碼沒有不斷出口罵對方,或者跟記者說要打他一身 起碼未去到這樣的地步,但那時會 1989年在06賽車場發生什麼事呢? 在那一場閃拿一定要贏保路斯,才有機會在最後一站,澳洲站後上封王 所以大家賭奧命,鬥到那一場比賽後段的時候 閃拿找到的機會在內档衝上來 但是在轉彎的時候,我自己看一段影片 簡直我覺得保路斯好像不知道閃拿在旁邊 然後趙踩油,完全遮蔽了內側的線 結果跟閃拿一起撞出去 保路斯退出,但閃拿在賽場上另一條分岔道走出來 然後他撞爛了一個頭產 再過一個圈,就進修理站換頭產 換完頭產出來才開始追 真正領先,因為他兩個撞了 第三個就上來變第一 他就去追回當時領先那個 他進修理站半分鐘換頭產 而且他撞了出去,停了一會 再在分岔路走出來 但他竟然是比賽尾段 他到最後竟然可以追到,就拿了冠軍 但其實呢,閃拿一出到 一不用退出 保路斯見到一不用退出 就衝去裁判房抗議 到最後,閃拿雖然贏了 但是呢,就被人說他在那條分岔路 所謂的逃生通道那些 在那條路走出來 就沒有經過減速彎 所以就取消了一場的資格 之餘呢,還罰他停賽六個月 因為一些這樣的事,就說他很危險 然後就罰他停賽六個月 搞到他就沒得爭那年世界冠軍 當然 也搞到很不開心 而且似乎都 都很像是一個 對閃拿來說的打壓 其實我應該換軟胎 如果我換軟胎的話,可能還有一醉 那算吧 但是,閃拿到最後呢 都走出來繼續賽車 在停賽半年 因為 因為 那半年裡面有很大段時間 其實都是 除了澳洲站也差不多 但是跟著他是 因為都已經賽到完 那 你等另一個賽季開始 可能 等了三幾月 最少 所以其實停賽對他 下一年 爭讀世界冠軍沒有什麼影響 那 到了1990年 又是在這個零陸賽場的時候 就是 立場的調轉 變成了保路斯一定要贏 才有機會反勝瘋狂 那 結果呢 但其實 中間 我自己看回 當年我看的紀錄片就是閃拿的紀錄片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有立場 但我看的時候也覺得有沒有搞錯 就是 當時 閃拿是 在90年 06這個比賽 他是拿了鋪位置 就是他拿了頭位 但是 但是 頭位竟然就將他轉了去一個傷害 如果大家 對賽車有些認識 就會知道 其實賽車場 有所謂的Racing Line 那條線就特別快 賽車場外面 由於有 那條行車線 由於有很多 一些TICE 等等那些 其實就會 行車走得慢一點 但是 阿史拿其實抗議了 為什麼我拿鋪位置 然後你把鋪位置 設定去一個傷害的位置 其實我拿鋪位置 你就 令到我要走一條比較差的線 令到我要走一條慢的線 那 其實你真的 幫助 排第二 那 幫助排第二 排第二是誰 排第二就是保路斯 所以 其實是一個很不公平的對待 還有 在那場比賽 開賽之前 車手會議 也有 其實我當時看幾部影片 大部份的車手 其實立場也挺針對的線 那 可能覺得他很危險 但是 老實說 現在 現在是安全的 但是 那時候一級方程式 本身是一個危險的運動 你沒有理由現在 跟我說有些車手很危險 你沒有理由跟我說有些車手很危險 其實你就不要再車 就是當時 因為是太容易發生意外 但是 車手也 對 車手的 腰弱也很高 到最後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第一個彎 就是第一個彎 然後 就說 閃娜就在內線上 上去 然後 保羅斯 趙姆 到閃娜插上來 就趙轉彎 結果 雙撞 兩個人一起推出 結果 兩個人一起推出 就輪到閃娜 拿回那一屆世界冠軍 這個就是兩個人可以 兩個人可以鬥到這樣 你想想 當我以前 就是我前幾年看 啊 鹹武頓對 啊 對 艾朗素 大家爭取冠軍的時候 都是 兩個去到最 就是 兩個都是攬炒的 到最後 不過都是鬥我一年 別人連續鬥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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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那兩年 其實他們連續鬥了好幾年 不過是 在06賽車場 是連續兩年 都是兩個人攬炒了出去 那時候 阿朗素和校武頓 都不會說 連續攬炒兩年 所以 那時候 真的鬥 兩個人的鬥法 是鬥得很厲害 那 那 這裡 小心一點 收慢一點 收慢一點 我也是撞到他 死了 不要緊 原來我 因為我 在維修站過去 我就領先了 11秒 應該追 他追不到 回到來的衝線 好 拿了第一 再拿10分 第二是舒密加 第三是 Sena 零六賽車場 或者日本車手 例如 Suzuki 零木 雅狗 我還未有空 或者 這個 Catayama 片山右京 他的故事 都 沒什麼時間說 那麼 我們 如果有機會 再說 FM1賽車的遊戲 的話 再說 不然 大家回去看我推介的 賽車漫畫極速方程式 這一集 當然是說 Sena 和保路斯的故事 這一集的節目時間 也差不多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最後一集 澳洲站 拜拜